好我們繼續還要來掌握的是 國民黨的新科立委們 最近呢是在立法院 真的是炮火全開喔 不管是在質詢誰喔 他們的這個活力 還有這個戰鬥力跟口才 其實都有受到 很多民眾跟媒體的關注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看囉 這個柯正明就說了 國民黨立委素質之差 30年警戒 朱立倫應該管好 國民黨團服的繼續惡化 只會走向歷史的焚化爐 這個反對這個藍營推 這國會改革 他把這個話長得非常酸 也非常的重喔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來看到了 這個包括上次牛許婷 還有這個羅庭偉跟廖偉翔 三個人現在已經被網軍盯上 為什麼 因為他們最近呢 經常遇上新聞版面 他們的火力十足 他們有自己的想法 他們口才只好能言善道 但是就因為這樣子呢 現在被網軍盯上 臉書經常被灌爆 那媒體人黃陽明就分析囉 這幾個人有一些共同點 他們的共同點呢 除了說表現亮眼之外 他們也以極小的差距 擊敗前任民進黨的立委而選上的 等於是他們就是衛冕者 所以呢就開始被網軍盯上了 得票率其實差距不太大 代表說民進黨已經開始在準備 2028囉 好像才2024 他們已經在準備2028囉 那現在呢他們就要開始討論說 那為了要如何聯防作戰喔 包括國民黨這邊他們也說 無論是論述啊 還有行銷社群等等都要跟得上 好才不會被打敗 那時事評論員李修塔也說了 他說其實柯建民會講這種重化 目標有三個 第一個 他要把戰場從政院拉到立院 避免內政太爛這件事情呢 會被放大檢視 第二個 他們要專打特定的立委 我們剛才有為您講到了 有誰有羅廷偉 有廖偉翔 有牛許廷 目前呢就是 很多網軍呢 他們眼中盯喔 所以他們經常會在他們的 這個社群底下來亂 或是來貼東西 或是把他們的 這個他們的連結持續的散播 到底有什麼背後的目的呢 所以他覺得說可以搶回 緊繃的選區嗎 那第三個是這個綠的接班梯隊 其實不夠明確的一些焦慮感 他們只能用過這樣的手段的方式 然後呢 來抹黑或是來針對 這是未來這三位委員 可能會碰到的一些事情喔 那現在王宏偉也說了 柯建民其實擔心喔 認真的立委會被幹嘛 會被呢 未來拱起來變成一個明日之星 所以呢在他們呢 越來越紅 越來越行 越來越有話題之前呢 趕快捷徑所能的來干擾 好來打擊 用什麼方法好不重要 總之就是三個人好 你們呢下去辦好 等等之類的 那現在呢 等一下郭正亮呢 也會有一些他們自己的想法 我只是說現在呢 國民黨的新北有29個選區 黨部主委也要改選 那麼要為2026 其實時間也都快到了 他們要累積一些底氣 跟累積一些聲量 那麼剛才有說了 現在明將也很焦慮嘛 那柯建民也最近的把矛頭 對準的是藍營的新科立委 因為他們的特點就是 他們其實是打敗過去的 民進黨的立委 然後呢來當上 現在的現任立委的 還說推動不在籍投票 是為了幹嘛 中國大陸要戒選 說你在這個對岸 如果你是台商或台生 台趕你在忙 你在沒有辦法趕回台灣 你在大陸呢 做投票的時候 其實那個中共會盯著你 好派人盯著你 好你要投誰 其實背後都有人來操作嗎 引發現在的總召之戰 那這傅坤其實就回嗆他 說柯建民真的是 一個國寶級的人物 林高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一味的謾罵攻擊新人 感覺心理狀態很不健康 柯總召已經年過七十號 當然是民進黨國寶級的人物 但是人必須啊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哭海烏鴉回頭試案 對於不管是各個政黨的 年輕的這些委員 我想我們應該要提起後進 要給他們更多的建議 而不是一味的破壽罵街 一味的對他們用網軍 用綠美 用各種打擊的方式 讓這些優秀的新進人員 心靈受到莫大的 這樣的一個壓迫跟衝擊 我們必須要講 國會必須要健康 心血倫不斷的進入 這是一個全世界國會 不斷的往前邁進的動力 我們要給這些新生代 給他們更多的鼓勵加油 而不是用這些謾罵攻擊 我想今天莫子說 國之奇幻莫此為勝 民進黨跟柯總召 您的肉日條款 當你離開政壇的時候 是不是就是奇幻之手 好好思考一下 台灣的民主要全面的發展 那會用像這樣的手段 想要來打壓這個 藍營的新科立委 當然理由有哪些呢 可能是已經開始在佈局 可能就怕這個 新科立委們表現太好了 太亮眼了成為明日之星 那其實綠營人士也說 現在呢 民進黨陷入了一個問題 就是過去大家都會認為說 很多年輕人是支持民進黨的 很多年輕人是喜歡民進黨的 年輕人呢 其實是他們的大票員 可是現在陷入的是年輕選票的流失 這樣的困境 應該如何可以來解決呢 那現在就有這個令人士說 大環境是討厭民進黨的聲音越來越多 整個政治的氛圍 導致說他們現在其實心血難招募 過去的年輕人現在年紀漸漸大了 那真正的年輕人招不進來 現在也是民進黨現在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 所以呢 2026他們就開始在練兵了 黨內對話加上社會的對話 要雙軌並進才可以儲備全新的人才 你必須要脫胎換股 你才可以往上爬 那新龍介就說啦 包括現在為什麼很多年輕人 會對於民進黨感冒 除了過去的一些種種的爭議問題之外 還有就是電價連番漲 因為電價漲價已經漸在弦上了 那等於說你過正子好像四月 五月就準備要調漲了 那你一旦呢 什麼都漲 你薪水又不漲 這個大環境的問題 會讓很多民眾對於執政黨來說 是打上一個問號 覺得說我們日子都過不下去了 我怎麼投你投的下去呢 電價之所以調漲 是因為綠營的堅持非核家園 但是你們的2025非核家園 又不敢承認 政策是錯誤的 其實賴清德在選舉前呢 已經留意手囉 說必要的時候會用核電 你必要的時候用核電 你就跟小英過去的政策 其實是背道而馳 可是他或許也知道 這個政策是有問題的 他只好先買一個伏筆 好讓大家之後說 你怎麼沒有延續小英的政策 他可以說其實他過去 也是還蠻支持核電等等 也許是給遞個台階下 好除此之外呢 最近有這個陸傳翻覆 兩死的事件 那麼也是陷入爭議 兩岸的情勢很緊張 郭正亮認為整體事件 是因為中國大陸針對的是 準總統賴清德 取消M503航線的飛行偏制 這點讓總統蔡英文很生氣 所以要求相關單位 你應該要加強執法 那海巡有壓力了嗎 要扣船鬧出人命等等 包括禁止台人到大陸旅遊 都是M503的後遺症 那相關的議題就是台獨了 核心問題是台獨 那不過呢 這個蔡英文呢 可能是半黑臉 拉高了兩岸情勢 也讓賴清德上任之後呢 你有一個緩和空間了 比如說我讓你取消淨團令 也許他們是這樣子一搭一唱 那整件事情真的如此嗎 我們就來看到是兩岸的情勢 他的確很緊張嘛 也傳出說這個邱國正有頻繁出入恒山指揮所 甚至他過去在訪問的時候 他不是也說嗎 你們不要再問了 我都已經睡不著覺了 我夜夜睡不好 有失眠的困擾了 那國安局長強調說 沒有收到台海戰士一觸即發的情資 但是他們也承認了說現在 在共軍的確平凡的在這個軍演 那至於呢 這個大陸的漁船闖進我國領海 六海里 但是我方卻沒有驅趕 還尋屬回應是因為當天浪太大 國防部長邱國正自爆兩岸 瀕臨動武的狀況 還說他夜夜睡不好 那蔡總統的國安愛將 是不是睡得更不好 近期你睡得好嗎 我從來沒有想到睡覺的問題 比專業問題還要難回答 因為我講睡得好 好像我不重視台海緊張情勢 我說我睡不好 好像說台海情勢很緊張 好有在睡覺 傳出國防部長邱國正 假日都往橫山指揮所跑 難道兩岸真面臨空前危機 那目前我們沒有看到 台海戰士一觸即發的相關的情資 不認為兩岸戰火一觸即發 但國安局長坦誠 共軍軍演確實頻繁 平均大概7天到10天 就會有一次的聯合戰備警訊 大概都有10架的中共的戰機 戰風機或是特種機 會到台海周邊的空域來活動 搭配有3到4艘的共艦 離譜的是船出有3艘大陸漁船 其門踏戶 駛入我領海溜海里處 但海巡卻完全沒有作為 到底是什麼狀況 只要中共的相關的海景海間 漁政或相關的漁船 進入到我們的近限制水域 我們的海巡署一定會有動作 包括進行驅離的動作 蔡明彥才剛說完有執法 卻被海巡署光速打臉 說是當時浪太大 船太晃 根本無法有驅離動作 我們的雷達是有全能監控的 那我們也立即派遣我們的巡防艇 出去應對 但是因為當天的海巷7到8 最高正崩時機 已經超過我們巡防艇的難難 那對方漁船 為什麼可以在那裡那麼久 因為他們的漁船 大概都300噸到500噸 那我們的巡防艇只有100噸 那如果大型漁船來 我們就拿它沒辦法的意思 我們是全程有監控 我們認為它應該是在航行當中 所以這樣的說法不是有矛盾嗎 國安單位對該怎麼處理 侵入領海的陸船 根本狀況外 光是大陸船來 我方就無力招架落實對岸軍艦來 真不知道我方的國安單位 和海巡單位要怎麼面對 記得 西洋路視國豪 SN小組台北報導 好 我們來看到的是 那現在兩岸的情勢比較嚴峻 那麼國防部長邱國正 他上禮拜在立法院就說了 他每天提心吊膽的 甚至晚上不好睡 也透露說每個禮拜六日的上午 如果沒有行程 會去橫山指揮所了解共軍的動態 不過最近呢 中國大陸兩會剛開幕國安局就有一些 認為說這個兩岸情勢穩定 對於國安單位各說各話 賴斯堡跟牛許廷也認為說 因為擔心 因為國防安全不同調性 可能是默契不好 又或者是跨部會的聯繫 其實不夠準確 現在看起來我們國防部長比較講實話 特別他講到說 只要實體越界我就可以 第一級 其實這個某種程度就代表兩岸是非常緊張的 那現在國安局長好像要美化或者淡化 兩岸的緊張情況 當然他的職責所在 然後也許來這裡就是說說謊話也不一定 或者是不要說實話 就是他的一個某種程度是他辭職 他要用這樣的方式來這個來引導民意 或者是任職作戰 但是呢我比較相信國防部長 他的一個軍事的訓練 聽的是我們的政府對於這件事情調性不同 就是國安說沒事沒事 然後我們內政之前在質詢陸委會好像他也說沒事沒事 海基會說省聲樂觀 然後國防部說睡不著覺 我覺得這件事情本身是危險的 就是說我希望至少我們的政府在處理這種重大國安危機的時候 至少口徑要一致 然後第二個就是跨部的那個聯繫要夠迅速 我不太確定是不是因為他們彼此之間默契不夠好 聯繫的訊息不夠迅速 所以導致各說各話的一個場面 但我認為這對於國安來講 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嚴肅提醒民進黨政府 我們是希望從言以對 民進黨既然要堅持對等尊嚴 就應該把這樣的路線觀測到底 但相對來講要做好 這個有可能遇到升溫摩擦 還有各種危機爆發的全面心理準備 我想這是民進黨政府的責任 中國對台灣那麼不友善的態度 我們的國軍本來就是要時時刻刻的戒慎恐懼 我覺得邱國正他這樣子是盡忠職守 我覺得這是本來就他應該做的事情 外界也不用特別去解讀 也不用特別擔心 畢竟只有台灣的國軍才能保護我們台灣人 衛福部在4號有公告取消掛號費的參考範圍上限 那麼就有不少民眾很擔心說 那醫療院所現在會不會開始出現輪番調漲呢 學院員他在昨天就特別說了 開放不一定代表一定會漲 那公立的醫療院所機構是不漲價 就會產生一些定毛作用了 而新北市截至3月4號有100多家的醫療院所申請會調漲 民團認為調漲的範圍若沒有基準 那麼未來的自費市場只會越來越大 衛福部已回歸市場機制為由取消醫療院所掛號費參考上限 引發爭議 民眾擔憂掛號費出現調漲潮 衛福部長薛瑞元卻表示 開放掛號費參考價上限不代表一定會漲價 雖然衛福部要求部立醫院掛號費不漲 台北市也宣布北市聯誼今年不漲 新北市衛生局也要求醫院漲價前必須先報備 但因為營運需求不少醫療院所已經迫不及待漲價 新北市截至3月4號就有170家醫院提出申請調漲 台大醫院身為公立醫院龍頭保持樂觀態度 公立醫院佔所有醫療體系的量能大概是三成五到四成 所以公立醫院假如都沒有漲價的話 我想私立醫療體系也不會趁這個機會就去漲 不過民間監督健保聯盟認為 全國八成醫療機構是私立的 公立醫院緊佔兩成要如何產生定毛作用 取消天花板恐怕引起破創效應 只會讓自費市場越來越大 已經有非常多院所其實都已經漲了 要求公立醫院動漲人家還來做功德呢 合理的參考範圍到底應該在哪裡 取消過號費天花板本意回歸市場機制 不過沒有訂定合理調漲機捲 過號費期漲的時間只是早晚問題 記者陳時戀 郭宇軒 台北採訪報導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松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藥室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Food feel good